我們先看看 好,入邊一題,和Low of the Ma是不合格的 圍背了Low of the Ma 首先,一元雞 為何會免費一元雞 一元雞就是一元雞 這樣是有原因的 它只是免費免費 沒有做任何現象觀察 如果你說了,雞大減價也沒有人吃 這樣就違法Low of the Ma 但沒有說大減價之後發生甚麼事 所以這個不關事 不能判斷任何事 B,它就說一個Pubbitch 賣售的本書 就是低於Original Coat 或是否故意賣得比成本便宜 這個也一樣 也沒有後續的故事 我看不到觀察到甚麼 它可能是故意的 想多些人買 或是想去做宣傳 這樣也可以 好,一個Hotel Trash and Low Volum Rate 應該是A For Travel Agents 給Agent 給低一點 就當作宣傳費 這樣也很合理 或是它自己減少成本便可以賣便宜一點 還有這裡也沒有任何違反 Alaw of demand P,D,Q,D,升 即P,D,Q,D,D 就違反Alaw of demand 沒有這些 Tours 即是會在便宜酒店 多於No-Code Tour 通常會住貴酒店或便宜酒店 這個就錯了 為甚麼呢 通常住貴酒店 都是Vertive Price 你去住酒店 有貴酒店不便宜酒店 大家都是加了機票錢 加了一個固定費用之後 你去旅行要加錢 看你住便宜酒店還是貴酒店 你都是加一個Fixed Cost 你加了之後 相對貴的相對便宜 便宜的相對貴 你會寧願做貴的更多 很多觀察類似都有的 例如去旅行